开眼头净切断鼻泪管 亲手女整天泪汪汪 爱美小心付出惨痛代价 一名26岁单眼皮亲手女 日前在医美诊所缝双眼皮 顺便做了标榜八痕几乎隐形的 韩式开眼头手术 结果术后八痕虽不明显 但却整天泪流不止 到眼科检查才发现 双眼鼻泪管因为手术被切断造成阻塞 泪水无法排出才沉添泪眼汪汪 医师表示 眼瞼内字又称为蒙古字 是东方人特有的特征 蒙古字过后的话会盖住部分内侧眼角 开眼头手术可以让眼睛放大 传统开眼头手术 是把眼头的眼瞼皮板 以Z或W字形切开 再缝合成Y字形 但容易留疤 韩国的性型开眼头方式 让皮板切口在眼瞼下方更靠近眼睛 虽然可以隐藏发痕 但却容易伤及鼻泪管 由于眼睛眼白部分没有血管 要靠不断分泌泪液来交换养分 鼻泪管是眼睛的排水通道 可以把多余泪水排到鼻子与嘴巴 因此鼻泪管一旦受损阻塞 泪液无处倾泻 就必须植入人工鼻泪管才能改善 一时提醒任何手术都有风险 尤其开眼头风险高 术前务必充分沟通 可先做双眼皮手术 复原后再试状况是否开眼头 有疤痕体质者则不建议此类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